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也是阿美最后一次流泪 因为诅咒 阿美被囚禁在了石塔内 只有找到世界上最牛的石匠 让摩世复活 她才能逃出石塔 那时的阿美便可以主宰世界 时间逐渐过去 阿美等了一千年 实际上都没有一丝消息 这让阿美心生怨恨 渐渐黑化 她用魔力召集了一群死亡石头人军队 在世界各地烧虾强掠 无恶不作 但这仍然无法平息她的怒火 终于有一天 魔镜告诉她 那个最牛的石匠出现了 阿美激动不已 马上派石头军队去寻找石匠 而这个石匠就是水哥 水哥从小就对石头赶进去 他整天钻研石头 石头军队赶到村子后抓走了她 又顺带抓走了村长的女儿 小花心 他们来到老巫女家中 老巫女很喜欢肥肥的小花心 想立马把她顿了 在这里他们遇到了阿美的女儿小白 小白从小和老巫女住在一起 水哥问了掩护小花心逃跑 趁机拖住小白 小白瞬间对英勇的水哥一见倾心 他瞒着老巫女带着水哥来到了石塔 并把石塔的秘密告诉了水哥 原来 阿美为了逃出石塔 每一百年都会抓来一个石匠复活模式 可没有人成功 最后他们都死在了石塔里 而最后一个石匠就是他的父亲 听到这儿 水哥下定决心要完成父亲的心愿 小白借机把大师之书送给水哥 他告诉水哥 这里面是所有石匠大师的心血 当他学成就能完成心愿 从这儿以后 水哥潜心研究书中的知识 整整一年 他终于成了一名出色的石匠 而这一次 他终于见到了那块摩世 可小白却阻止了他 原来摩镜曾告诉小白 自己并不是阿美的女儿 而且阿美一旦被放出去 就会带来更多的灾难 为了让水哥心甘情愿替自己复活摩世 阿美用小白的命威胁水哥 为了爱情 水哥废寝往时 终于完成了摩世的复活工作 当他把摩世交给阿美 阿美立马翻脸 他控制了小白 想用他的灵魂激发摩世 为了救小白 水哥独自前往是他 在这里 他救下了被困的美人鱼 再通过老巫女给的线索 找到了阿美最初流下的泪水 变成了钻石 这钻石不得了 他能让黑化的阿美 重新找到自我 水哥信心满满地来道士他 在关键时刻 救下了先计的小白 而此时的摩世 已经被复活 阿美成功逃脱 不过 若想主宰世界 他就必须得到摩世 而摩世 在水哥的手中 在阿美的威胁下 水哥交出摩世 当看到摩世上的钻石 阿美突然想起了 曾经善良的自己 可现在的他 因为长期的囚禁和寂寞 变得疯狂 他终不知道自己错了 最后 他带着他的石头大军 彻底地消失 而水哥和小白 也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影片也到此结束 如果你有让任何事物 变成钻石的能力 你会做些什么呢 好了 小水母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大师之书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 我们下期再见 再次项便